地内人行吊桥正式启用 掌声的节奏 启用圆满 画面上是地内吊桥工程修复完工通行典礼 在地居民相当开心 一起跟市长和议员走上吊桥 体验基隆河滨之美 那在111年我们要上任前 他因为在施工有一些封闭 然后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又突然发现这个吊桥有倾斜 那一个吊桥有倾斜 真的就会带来很多的风险 所以又多花了这么一段时间 真的是非常抱歉 不过想现在完工了 大家期待已久 那未来这个吊桥也会有一些现种 那我们会把一些安全维护做好 也希望暖暖定内的民众 多多的来使用这个吊桥 在一个安全无余的载种跟情况下 我每次跑各邻里的时候 各里也都在讨论这个吊桥 那长久以来 在地方上也好 在议会上也好 在事务的团队也好 都一直非常关心 努力的让我们民众 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公共设施 谢市长对于基隆市的市政 相当的认真 也相当的用心 他某个地方的建设 如果有老就他都会说 重新去更新 重新去施作 我想今天也非常开心 所以开心是因为这个好事多磨 那我们定内吊桥终于可以启用了 看到我们周边今天有这么多的民众 也前来一起共襄盛举 让我们这些特别是定内地区 依赖这个定内吊桥 来运动的人 能够早一天能够来使用 我想大家对这样子 应该对周边的环境 大家都是期待的 那现在也把它做好了 那我想这个 我想目前的居民会是非常开心的 7点到9点或9点到10点 这个时间也很多人在这边跑步 见走 其实这整段的这个使用率是非常的高 那有赖未来就是这个定内吊桥 串接我们整个这个休息的这个环境 把它串接的更好 那让我们这个整段 这个自行车道的这个 基隆河岸的这个步道 来做一个串接 那未来也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的珍惜使用它 那我们也感谢 今天在这一次修复工程里面 所有有帮忙 帮助到的所有的团队 跟所有的辛苦的人员 我们感谢他 他们很期待 从台北一路骑脚踏车 骑到这边经过瑞芳 甚至从瑞芳一路经过定内吊桥 骑到淡水 这一段路同时是自行车 基隆河自行车散步道 同时也是淡然古道的北路 其实有非常多的里民 甚至北北基的里民都非常期待 这件事情还麻烦公务处务必 未来再多加的协助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共同来使用 一起爱护珍惜这座吊桥 公务处陈耀川处长表示 店内吊桥是在98年11月完成 桥林有15年 这次修复是经过施工团队的努力 提前在9月份完成 以便利居民通行 目前公务处也在吊桥主塔增加监测仪器 定期做安全检查 为吊桥安全来把关 公务处也提醒 吊桥最大的通行人数为40人 限重4800公斤 这个吊桥仅限行人与自行车 牵引的方式步行通过 严禁机车与自行车的骑乘行驶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